媽媽不要一直睡睡念 就是說老公願意做 他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是 那個今天我們去處理那個 銀行的事情 那我老婆要在櫃檯處理事情 她說 因為女兒在睡覺 妳抱一下 那我們男生從小到大 對妹來講就習慣公主抱 所以我女兒已經兩歲半 那位是公主抱 就很順手這樣子 然後我老婆就在那邊念說 妳連女兒都不會抱 我說這樣抱有什麼不對 這樣很好啊 她說不是 她指定一定要這樣 對 要靠那個 對 靠這個 而且她指定要左肩 右肩還不行喔 她說 要這樣抱 那我說連這麼小的事情 剛剛博士講對了 連這麼小的事情 我都不能取得成就感 別忘了 OM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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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連抱小孩 這件事情都還要被妳數落 這倒是 對 就會覺得有點受傷 我倒覺得 老婆應該是說 好棒 其實我們女兒比較喜歡這樣 那我們就 就懂了嘛 就是說不要用那種 碎唸的方式 來指證老公的一個 對待小孩的行為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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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